听说这两天老板娘正在呼叫我 前天大鹏过来 给他们带的礼物 我来把他送过去 然后刚刚发信息给荣荣老板了 他让我不要开车 说等一下他往上把我开他的车给我送去了 在这里我感谢了 我也不想开车 但是我刚好走到那边顺便 把这个电子秤翻一下 所以还得开车过去 刚好到老猪股堆了 上次在那边买个电子秤 充电话店去换一下 然后把东西给老板娘 不知道他会不会请我吃饭呢 大家看到没 平时来一趟 到一趟这个市区 感觉跟到了杭州一样 开车要开好几个小时 赌了要命 真的 我一个蚂蚁 河飞这个交通 我真的不敢跟我一样 经过了万岁千山 赌了一趟糊 终于到了老板娘这里 把她的东西给她送过来 赞了 我来请他们吃饭吧 都来了 好久不见 很想念 本来是不开车过来的 但是想来想还是开车吧 味道还行吗 慢慢的接受现实 咱们的会儿 有两个人 不开车 就像你一样 不开车 我们在这边 就像我一样 也很疯狂的 是最后 是最后 这边要找到 就像我一样 这边 大门 它的 大门 还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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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